当时你一月必看的超甜恋爱新番 故事讲述天生就是一名聋哑人的女主小雪 在一次意外地与男主邂逅 从而与其展开的甜甜恋爱日常 不过虽说小雪天生就是一名聋哑人 但她却是非常的可爱乐观 而就在今天她独自乘坐电车回家时 意外被一名外国人搭讪 本来小雪是有些害怕的 直到对方拿出了一本杂志 才明白这是在向自己问问 可虽然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不过小雪并没有能力帮助她 只能是通过双手核实 希望她能明白这是自己无能为力的意思 但显然她没能理解 这让小雪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好在关键时刻 有一位男人替她化解了尴尬 并热心地向那名外国男子指路 察觉到动静的小雪 顺着那名外国人的目光回头看去 而这就是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一次美妙的邂逅 命运的齿轮也在此刻开始转动 之后男人成功将人送走 小雪用手指着耳朵表示自己是听不见的 也无法说话 并用手语向男主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不过很快小雪就意识到了 男人应该是看不懂手语的 想到这里的小雪连忙拿出手机 想要通过手机打字的方式 向男人再次表达谢意 不过男人却用手阻止了他 并询问小雪是否能看得懂唇语 过近的距离让小雪有些不太自在 不过还是告诉了男人自己会一点点 那这下就好办了 男人告诉小雪 其实那名外国人是会说日语的 并且说得还很流利 然而小雪的关注点全然不在这里 只因男主的眼神在看待 她是好像是一种什么珍惜动物一样 果不其然 下一秒男人就表示 这是她第一次遇到像小雪这样的人 小雪对此有些生气 于是小雪连忙打字告诉她 这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两人是同一所大学的不说 她的闺蜜还是和男人同一个社团的呢 男人见此沉思了半场 在她的印象里 好像确实是没有见过小雪的 不过没关系 男人告诉小雪自己会在这一站下车 小雪是否也是在这一站下车呢 而男人特意把嘴型放慢的举动 让小雪有些愣神 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表示自己会在下一站下车 小雪没想到 男人在第一次见到自己时 竟不会感到困惑 反而是很温柔地说了下次见 这让小雪与生俱来 便没有声音的事件 第一次出现了声音 而这股声音 还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震动声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 怀春的少女遇见了白马王子 第二天 少女早早地起床 先是给喂养的宠物鱼头屎 然后整了一下自己美美的头发 随后便开开心心地去上学去了 而小雪的这番模样 就连周围所注意到的人 也不禁被小雪感染 很快小雪就来到了教室 而她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手机询问 闺蜜那名男人的信息 闺蜜见词也是秒懂 她告诉小雪男人名叫逸臣 是经常去国外当背包客的 而她这次应该是刚从加拿大回来 小雪闻言害羞的感觉快要爆炸 连连白手否认 可小雪的这番模样 让闺蜜更加印证了自己的心中猜想 于是她换了一个意思 表示小雪这是在憧憬 小雪其实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难道正如闺蜜所说的一样 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在憧憬着什么吗 闺蜜看出了小雪眼中的迷茫 于是她告诉小雪 自己其实也有着所憧憬的对象 而且她还正巧就是一尘打工地点里的店长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闺蜜觉得这周末可以一起去那里吃饭 小雪闻言也不知道是否要答应下来 不过想到可以借此能够再度见到她 那么应该是要答应下来的吧 然而让小雪没想到的是 闺蜜反而是后悔了 她表示每每在见到店长时 都会紧张地说不出来话 而也因此她始终都没能把店长的联络方式拿下 小雪见状连忙拿出手机打字鼓励起闺蜜 毕竟闺蜜在她眼中也是超级可爱的 受到鼓励的闺蜜握起小雪的手 随后表示如果两人一起去的话 说不定她这次真的能够迈出那一步呢 就这样 两人一拍集合一同前去 小雪也打算把一尘的联络方式拿到 而也很快就到了一同前去的日子 小雪在出门前精心为自己打扮了一番 不过也因为是晚上出门的圆母 这让母亲不免了一阵担心 而也很快 小雪就跟着闺蜜一起来到了一尘所工作的咖啡店 经过这番对话 无比紧张的小林率先踏出了第一步 小雪也终于再度见到了一尘 两人自然地落坐在前台 但自始至终小雪的眼神都没有离开过一尘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她总感觉与上次见面时的感觉不一样 貌似是因为一尘变得更帅了的缘故 而一旁的小林本想趁机搭话给小雪打住功的 不料她暗恋的店长也来到了这里 这下坏了 小林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不过也因为小雪的缘故 小林以此为话题与店长聊了起来 果然带着小雪来是没错的 这时小雪再度被一尘来了一记摸头杀 并问她是否要喝酒 没有任何征兆的摸头让小雪吓了一条 没想到一尘会是这般的强势呢 而这时一尘留下了写字版后就离开了 然而一尘的种种行为小雪都感觉自己讨厌不起来 就好像她无论怎么做自己都会给她一个正向的解释一样 每一次的接触还会让她的内心狠狠地产生激动 最终小雪在留言板上表示自己只有19岁 所以她只要一杯乌龙茶就好了 小林眼见小雪与一尘进行了互动 就顺便也向小雪说起了一尘精通三国语言的事情 而也正是小林的助攻 小雪成功通过写字版与一尘沟通了起来 当然一尘强大的语言天赋也迎来了小林和小雪的掌声 最后小雪更是通过手语夸赞起男主的厉害 这时店内又来了其他的客人 小雪本身是没有在意的 可其中的一名女人直接就吻向了一尘 不淡定的小雪这下可不淡定了 但很快小雪就发现这些都是外国人 那么刚刚的行为可能只是在打招呼吧 紧接着回过头的小雪发现小林已经成功要到了店长的联系方式 于是小雪也准备开始行动 可就在准备落笔的那一刻她犹豫了 小雪不知道小林是怎么说出口的 而自己用文字表达出来好像会让人产生负担 她并不想这么去做 也就在这一刻 小雪这才感觉到她仿佛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 最终小雪放下了写字的笔 她的爱情也不会像雪一样悄无声息地降临 一切都只是她无谓的幻想罢 等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小林也看出了小雪的失落 于是她表示自己可以直接把男主的联系方式给她的 然而不等小雪有所答复 一尘也在此时走了出来 她询问两人需要她送一程吗 反应过来的小林立马就应承了下来 但紧接着小林表示她家离得很近 所以只需要送小雪就可以了 就这样两人相伴踏上了归途 一尘也并没有与小雪互动 只是无声地向着前方走着 突然后方一阵急促的摩托声传来 反应过来的一尘一把就把小雪拥入到了怀内 而也因为这个小插曲 之后一尘就牵起了小雪的手继续前行 但小雪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反感 被冻僵的手也因此而逐渐变得暖和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小雪此刻并不希望一尘突然松开自己的手 就这样行走了一段时间后 小雪注意到一尘牵自己的手臂上开始积雪了 眼见成功加到联系方式的小雪非常开心 但紧接着一尘就发了第一条的消息 消息的内容是询问小雪的家在哪里 可虽然知道是好意 但小雪并不打算麻烦让对方真的送自己回家 于是他告诉一尘他从这里附近的车站坐车回家就可以 并再度向一尘表达了谢意 既然如此 一尘也不再挽留 向小雪挥手示意后便要离开了 然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转过身去的小雪一时竟感到了一阵的失落 不过很快小雪就下定了决心 他向一尘发消息 询问这个世界很宽阔吗 向一尘的地位置 这个女孩完蛋了 她竟然坠入了可怕的爱河 每当回想起那天的浪漫 那个男人温柔帅气的面旁就在脑海挥之不去 也因此小雪变得更可爱了 总是愣愣地站在那发呆 以至于闺蜜朝她挥手了半天 她才发现闺蜜的存在 原来闺蜜是想跟小雪商量人生打击 毕竟小雪昨天可是刚要到了联系方式 闺蜜首先问小雪当时要联系方式时是不是很紧张 小雪觉得哪里是要联系方式会紧张 明明是只要在一辰的身边就会小路乱撞 每次想到男主那句我想进入雪的世界 小雪就忍不住再看一看那条消息是不是真的 这时闺蜜跟小雪发去消息 表示今天之所以约在这里 就是因为男主经常出现在这边 然后就指了指旁边 果然有一个白发男人正在跟外国人交流 这可不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一辰先生吗 不过闺蜜的担心显然是多余了 看着男主身边的混血 小雪只感觉那边的世界充满新奇 她觉得之前男主那句话也是因为自己是珍惜物种 所以才会用不同的文化方式传达 但就算是如此 此刻能见到一辰先生 小雪还是会觉得非常心动 再次与男人对视 小雪一时间激动地愣在原地 只能下意识地抬起手跟男人打招呼 没想到一辰直接朝这边走了过来 小雪顿时更激动了 但还是走到男主跟前 激动之下她低着头不敢与面前的男人对视 但还是鼓足勇气 看着男人靠得这么近 小雪连想打的字都要被空白填满 可男人又靠得更近了 小雪更慌了 一下就跟男人对视上 最终想了半天才终于回答了男人之前的询问 见到男人好像夸了自己可爱 小雪觉得刚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但紧接着就又听男人说要赶飞机 就这样男主离开了 坐下来的小雪立刻松了口气 闺蜜却在这时调侃起小雪 觉得小雪刚刚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小雪立刻摇头否认 表示只是仰慕 看着活泼的小雪 闺蜜觉得小雪跟昨天判若两人 整个人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正当小雪还在回味闺蜜的话时 闺蜜就打断了她 指了指上面的男人 原来男人叫英智 是小雪的青梅竹马 英智用手语询问刚刚的男人是谁 小雪表示是朋友 两人随意闲聊了几句 小雪就看到又来了一个男人跟英智搭话 转过侧脸后 小雪已经无法辨别口心 原来两人是在谈论小雪和闺蜜 香肠嘴想让英智邀请两女去酒会玩 但英智却像是没听到一样 只是自顾自介绍起小雪 表示小雪是完全听不见的那类人 香肠嘴看了看小雪的助听器 便问带了助听器是不是也听不见 英智表示带了助听器也完全听不见 看着英智这一脸苦逼 香肠嘴觉得是自己多余了 于是随口招呼几句便离开了 而英智在用粗微的眼神看了一眼小雪后 也向着远处走去 小雪还以为英智这是没注意到自己 愣在了当场 闺蜜也有些惊叹英智的手语竟然那么熟练 不过小雪表示她只会用手语说一些戏弄人的话 然后就看到男主发来消息 问小雪要不要扮手礼 这让小雪不自觉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突然闺蜜戳了戳她的小脸 又调侃起小雪恋爱般的甜美 而这却让小雪很疑惑 有些分不清养慕和恋爱之间的关系了 之前闺蜜跟自己说她对店长那种是养慕 可自己现在这个反应明明还没有之前闺蜜那么激烈 为什么又叫恋爱了呢 于是闺蜜也不装了 不愧是你 小雪也瞬间明白了该如何回应男主 表示自己想要办手礼 并嘱咐男主路上小心 从这一刻起 那个女孩彻底坠入了爱河 再也没有一丝顾虑了 那天以后 小雪每天都在期待着一辰先生的出现 就连走路都总是心不在焉 就算是看到路旁的一对黑白鹰雕 也会愣在原地胡思乱想 晚上习惯性地准时关了灯 可身体却愣在原地发呆 直到男主发来消息 小雪才突然有了精神 立刻躺在床上 充满期待地点开聊天窗口 原来是一辰先生发来的旅行记录 看着不断发来的照片 小雪觉得世界真是奇妙 不曾见过的人和物 令她对一辰先生更加好奇了 她很想问问一辰先生 那边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她的眼中看到的又是什么风景 她又度过了如何美好的时光 一个人朝着未知迈出步伐 又会不会感到孤单害怕 但一切都不及这一刻 收到一辰先生的信息来的喜悦 难熬的日子终于过去 因为后天已经到了 小雪又一次提早出门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小雪立刻跟一辰先生打招呼 男主也用手语跟小雪问好 这一刻的小雪 只觉得手指突然变得僵硬了 明明只是习以为常的早安 却好像成了很繁琐的动作 再次见到男主 小雪有很多话想问 但问题实在太多 于是就想拿出备忘录写下来 晚上回到家 看着手里的伴手里 小雪觉得她越来越可爱了 虽然不知道她代表的意义 但小雪觉得一辰先生送给自己的一定是美好的事物 一辰先生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吗 回想起自己的经历 从幼儿园到高中 自己的人生轨迹都在一所小小的起从学校里 同学总共加起来也只有四个 美好的事物仿佛都只在那所学校里 因为大家都很温柔亲切 让人觉得非常安心 曾经她一度认为那里就是自己全部的世界 可即便如此 每当看向玻璃上未知含义的图案 她还是充满了好奇 所以她想要了解一辰先生的世界 她相信那里充满了美好 看着远处的闺蜜 小雪很想让她再讲一些一辰先生的事情 但视线没有约好 她又怕打扰到闺蜜 突然一只手轻点她的肩膀 原来是英智 英智也是奇怪了 小雪刚刚跑得那么快 现在又傻愣愣地站在这里 到底是在干嘛 小雪表示在等朋友 于是英智就朝着远处的闺蜜看去 听着他们的聊天 给小雪做出翻译 但小雪却气鼓鼓地不想让她翻译 可英智却知道小雪是在意这些的 小雪也是无语了 看来英智和一辰的差距就在于尊重了 看着英智不断比划的手语 小雪觉得她很不礼貌 可指尖偶尔透露出的温柔 又让她怀疑英智这是在关心自己 一见到小雪 男主就又来了个摸头沙 看着眼前耀眼的一辰 小雪突然回想起之前参观大学校园时 世界仿佛又变得更大 眼前的一切都像是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而如今身处大学的小雪又一次有了这种感觉 不过眼下还是先敷衍一下青梅竹马再说 两人的手语交流也很快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就连男主也在偷瞄 当英智看过去时 男主的偷瞄又变成了正大光明 好家伙 吃醋是吧 看着英智已经离开 小雪赶紧看向男主所在的位置 发现男主并没有看向这边 于是就偷偷跟闺蜜比划手语 表示自己对男主感觉是恋爱 那天分开时 看到男主在模仿自己的手语 于是小雪就问男主是不是想学手语 得到男主肯定的答复后 回到家的小雪整个人都精神满满 专门拿出一个笔记本 准备将常用的手语都画在笔记本上 还不断笔划手试 突然妈妈进来 第二天晚上 画完手语笔记的小雪就又跟着闺蜜来到了酒吧 闺蜜看上去已经不紧张了 可小雪却觉得非常紧张 在男主递给她写字版后 她盯着写字版不知所措 这时一阵笑叫声响起 闺蜜提醒小雪助听器在想 小雪这才又重新带好助听器 原来助听器没带好就会发出笑叫声 之前在上课时也偶尔会想 男主问小雪能听到多少声音 小雪表示没听过真正的声音 但她能听到所有声音混在一起 无法辨别声音的来源和内容 这种情况是天生的 只要拿掉助听器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见到男主问得这么直接 店长觉得她有些太随意了 说着就让男主走开收拾杂物 男主不管交流对象是谁 都会毫无顾忌地去交流的一面 让闺蜜和店长忍不住调侃 但在小雪看来 她很喜欢这种感觉 于是立刻伸手叫停男主 将手语笔记交给男主 翻开一看 没想到上面的内容非常详细 而且图都画得特别可爱 闺蜜和店长都忍不住夸赞小雪 但男主在看了之后 却觉得有些难懂 男主很感谢小雪 但她应该不会看这本笔记 因为她觉得光是看图肯定看不懂 不如小雪直接叫她好了 说着就问小雪常用的手语是哪个 小雪表示是卡哇伊和阿里达多 于是男主就开始尝试学习 看着男主宽厚的手 小雪觉得一阵阵安全感涌入心间 不自觉地就低下了头开始思考 突然一只大手抚上她的脸颊 将她的头轻轻抬起 这时门外的动静打破了气氛 一个醉酒的黄毛 带着一个醉酒的黑毛走了进来 跟男主热情地打招呼 突然黄毛就一个亮枪半倒在前台 黑毛立刻上前关心黄毛 两人的动作下的小雪有些不知所措 仔细看看黑毛 发现黑毛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是那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这时黄毛叫住小雪 觉得小雪很可爱 可以找她做个发型 原来黄毛是非常厉害的美容师 然而小雪却愣在原地 根本不知道他俩在说什么 而黄毛却自顾自端向起小雪 觉得剪短发也很不错 换个发色也很适合 最好是那种挑染 突然男主就一把拎起黄毛 对小雪进行道歉 然后就带着他俩 走到了其他位置坐下 店长介绍两人是男主的高中同学 黄毛如果没喝醉的时候 是很冷酷的 小雪又看向黑毛 发现黑毛正在对男主死缠烂打 小雪顿时觉得一阵危机感 身为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小雪 那个黑毛和男主的关系不简单 她看向男主的眼神也很不对劲 这一刻的小雪很害怕失去男主 仿佛整个世界都朝着她挤压过来 就连闺蜜一直跟她打招呼 她都没有反应 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黑毛和男主到底是什么关系 之后离开酒馆时 小雪也一个人闷闷不乐 一看到黑毛和男主贴在一起 小雪整个人都不好了 拿出手机颤抖地问店长 他俩是不是在交往 店长表示没有交往 只是朋友关系 而且在店长看来以后两人也不会交往 至于原因他也不愿意多说 可听着店长的话 小雪反而觉得黑毛和男主的关系 比他想象的更加亲近 见到小雪陷入一梦 店长安慰小雪 男主是真心想要学手语的 所以以后小雪要多多关照男主 这时男主在里面叫店长帮忙 在店长走进去开门的一瞬间 男主用唇语关心小雪路上小心 一瞬间小雪的阴谋就彻底消散 笑容也重新挂在脸上 那个女孩和男主的关系 就相信店长所说的 闺蜜追求店长的热情让小雪明白 自己也必须要努力了 之后的几天 闺蜜经常会在走路时跟店长聊天 开心的样子让小雪也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她也想跟男主聊天 可男主的聊天都很干练 丝毫没有多说的样子 小雪就盯着聊天窗口一直期待 可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 那个男人总是没有出现在这充满思念的生活里 小雪就一直盼呀盼 眼神渐渐被寂寞侵蚀 雪中孤独的脚印就好像她此刻的人生 殊不知一直都有英智在旁看着这一切 最终小雪还是忍不住给男主发去了消息 问男主是不是还在日本 男主表示在大学附近的洗衣店 问小雪要不要过去 这一刻她的世界又重新有了羁绊 立刻穿好衣服出门 不顾妈妈的劝说 奔赴向她心心念念的地方 就算是路上遇到英智她都没发现 英智立刻叫住她 问她这么晚了要去哪里 小雪表示赶时间 先走了 但很快又被英智拦住 英智问小雪是不是要去见谁 见到小雪承认 英智又问不会是男人吧 见到果然是这样 英智气愤不已 哪有这么晚了还叫你孩子出门的男人 小雪表示很快就会回来了 英智问她是不是要见男主 让小雪以后不要再跟她单独见面了 那个人多半只是跟小雪玩了 但小雪却觉得她不尊重男主 转身就跑开了 只留英智原地无能狂怒 被英智耽误了一点时间 小雪奔赴的身影明显又快了很多 最后终于是赶到了男主所在的地方 世界很安静 气喘吁吁的小雪跟男主坐在一起 男主跑去自订售卖机 拿了瓶饮料递给小雪 接着又问小雪要了十块 自己也买一瓶 因为男主没有日元 其他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 但这个硬币却相当于日本的十块了 便想将这个给小雪 接过硬币后 小雪仔细端向 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货币 男主表示没带在身上 以后再带给他看 看着手中的硬币 小雪又问男主为什么经常去国外 男主表示等关系变好一点 再告诉小雪 于是小雪就表示 想跟男主关系变得更好 男主觉得他的回答很可爱 见到男主的手语 小雪认出这是之前教男主的那个 于是便表示卡哇伊有很多笔法 比如这种 还有这种 男主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小雪表示还有一种是摸摸头 是他经常对自己做的 男主觉得手语世界还挺有趣的 第一次见到小雪的时候 看到他笔划的手语 他觉得他的世界都被颠覆了 以前在国外是自然而然 对语言文化产生兴趣 他们是自己前进的动靡 因此他一直都在朝着远方前进 可直到遇到了小雪 他才发现这么近的地方 也有他胆兴趣的 但小雪刚刚没有看到男主的唇语 有些奇怪男主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 我和我仲良好 你会比较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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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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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 男主两次表白小雪都没看到 分别时 男主问小雪喜欢的手语是什么 决定有时间用用看 小雪立刻激动地问他要对谁用 男主表示要说喜欢旅行之类的 然后就决定送小雪回家 回家的路上 小雪问起了男主和之前黑毛的关系 小雪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男主却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颊 郑重地表示自己没有女朋友 那个女孩只是普通朋友 可想到那个女孩对男主那么亲近 又陷入了阴谋 不过男主又扶起他的下巴 反问小雪有没有男性朋友 想到是男主注意到了英智 小雪表示那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在大学时才一起上学 他的手语是跟他姐姐学的 英智第一次跟小雪比划手语 是在小雪二年级 一上来就比划了个蠢蛋出来 平时小雪跟英智几乎没有联系的 不过男主又吃错了 想要立刻结束关于英智的话题 小雪问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男主表示周一的时候放假 于是小雪便用手语与男主约定好 男主也比划约定好的手语 然后两人手语互相拆开 共同比了个约定的手语 男主回到家后 爱马已经在门口等待了 专门拿了酒药过来 住在男主家里摆给 不过男主直接将钥匙给他 然后自己准备出去住了 独留爱马在男主家里喝闷酒 不过却让他发现了 男主放在桌子上的手语笔记 这个男人他吃错了 每当想起那天英智竟然和小雪单独比划手语 甚至还对自己露出了敌意的眼神 他就酸得不行 于是往常学英语的时间 他反而直接学起了手语 等到在遇到英智的时候 他竟然直接就把小雪挡在怀里 让小雪和英智根本见不到面 然后直接展开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 那天晚上跟男主拉钩后回到家 小雪就收到闺蜜发来的消息 下次店修闺蜜要和店长去采购 问小雪要不要带着男主一起过去 而此时无家可归的男主已经来到了店长家 店长也是见怪不怪 为男主准备好丰盛的晚餐 男主则是边吃边看着电视学习英语 店长感叹男主英语都那么厉害了还要学习 看来凡事还是需要一点一滴积累的 于是男主立刻就想到了英智对小雪比划手语的场景 他实在无法忘记英智当时的眼神 于是他就吃错了 本是学英语的时间他直接就比划起了熟女 这时男主看到小雪发来邀约 于是便随口跟店长打了个招呼 并发出同意的消息 一看到这条消息 小雪整个人都兴奋的不能自已 到了约定那天起床后立刻打开衣柜 把所有漂亮衣服都拿出来 然后挑呀挑 再赶紧整理一下美美的头发 等到要涂抹护手霜时才发现已经没了 于是赶紧去买 顺便看到了搭配使用的身体磨砂膏 想都没想立刻装进包里带走 补完装来到车站 依旧不停地对着镜子瞅呀瞅 生怕有哪个细节出披露 本来店长是要开车来接的 但为了不撞见英志 小雪决定乘坐电车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 那个男人就好像一直在等小雪一样 吓得小雪赶忙后退两步半 英志问小雪这是要去哪里 于是小雪少有的说了谎 表示要去图书馆 看着如此精致打扮的小雪 英志投来质疑的目光 但小雪直接无视了他 于是英志就一直在旁边敲小雪的头 见到小雪没反应 他又直接坐在小雪旁边 然后挽起了小雪的头发 却被小雪一把拍开 于是他干脆就直接躺在了小雪肩膀上 不过很快小雪把英志叫起来 表示英志很重 然后就看到男主发来消息 他已经在检票站等待小雪了 于是一到车站小雪就不管英志了 一心只想着赶紧到检票口 就连英志都追不上他 出战后的小雪立刻寻找男主的身影 却被路人撞到 看着小雪跟那个人亲密的样子 英志的脑袋一瞬间产生了一万个想法 他怎么也没想到小雪打扮那么漂亮 竟然就是来找这伙的 更气人的是小雪竟然直接转头不理他 更更气人的是男主竟然在这时抬起胳膊 挡住了他和小雪的交流之窗 无奈英志也没理由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男主 小雪听不见声音 所以不要从背后抱住他 不料男主反而说小雪说了 只要是一尘的话就没关系 此刻的英志承受一万点暴击 而小雪什么都看不见 总觉得英志好像在说什么 终于不断尝试后 低下头看到了英志的表情 好像是在瞪着一尘先生 不料此时的男主一脸护气狂魔的样子 看得小雪一阵莫名心动 反应过来的小雪立刻呼叫男主 下一秒男主的护气模式就下线了 温柔老公模式的他又扭头看了英志一眼 然后带着小雪离开 小雪总感觉英志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时英志转过身 又跟小雪比划了个最熟悉的蠢蛋出来 小雪一脸疑惑 然后看向男主 认为男主这是生气了 于是便询问原因 男主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这是男人之间的秘密 见到男主似乎不愿细说 小雪也没有多问 而男主此时眼神出奇的温柔 让小雪有些奇怪 另一边闺蜜和店长在车里独处 总感觉慌得一批 就连情绪都无法掌控了 正当闺蜜想要找个话题缓解气氛时 店长却叹息一声 闺蜜瞬间实话 难道自己的爱情就要结束了吗 原来店长是在为小雪叹息 他知道小雪喜欢男主 可男主迄今为止 已经不知道拒绝了多少女孩子 他经常看到有女孩子 因此哭着跑出酒吧 作为男主的兄弟 他很清楚男主比起谈恋爱 心里更重要的是追寻梦想 所以他很担心小雪也会被男主拒绝 从此沦为一个悲伤少女 但闺蜜却不这样认为 毕竟男主学习手语的热情 就连他这个旁人都能看出来 店长也疑惑起来 为什么男主偏偏对小雪那么温柔 这时男主拉着小雪走来 看着他们的手 店长和闺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闺蜜更是下车亲自确认 男主表示是怕小雪被车撞倒 然而上车时的动作 却出卖了他的谎言 看得店长一直瞪大双眼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好兄弟吗 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也心照不宣 立刻准备出发 路上闺蜜和店长一直聊天 而男主和小雪就坐在后面 一直比划手语 很快到了目的地 见到小雪被闺蜜拐跑 男主立刻用手语招呼小雪过去 甚至还用了有史以来 其他地方采购 语气简直温柔到发指 等到男主离开后 闺蜜更是看着他的背影原地震惊 小雪也在这事提出了疑惑 问为什么他们的反应都那么奇怪 于是店长悄悄告诉小雪 男主刚刚只要跟小雪说话 语气就温柔到离谱 小雪顿时就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他真的好想听听男主温柔的声音 一辰先生平时的声音又是怎样的 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温柔地叫自己的 想着想着脑袋里就全是两人甜蜜的时光 于是赶紧打断害羞的回忆 再次跟着男主去采购商品 一路上他俩疯狂秀 那边两个疯狂吃瓜 买完东西后 男主问小雪有没有去过国外 小雪表示没有 但他听说有很多聋哑人都喜欢去国外旅行 因为听不到声音的他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男主也觉得小雪说的有道理 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跟人沟通的念头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在电车里见到小雪时也是这样 看到小雪用手语比了的阿里嘎多 当时的眼神他至今都无法忘记 自己还不懂英文的时候 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 也一定有过这种眼神 小雪也是没想到男主还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过 突然男主又给他来了个摸头杀 调侃下次出国时就把小雪装进行李箱里 小雪顿时就想到了画面 觉得那样不就成了行李 立刻拒绝了男主 当然男主也只是开个玩笑 众人来到外面时 店长去买奶茶了 闺蜜看着远处左顾右盘 于是男主心生一计 让闺蜜跟着店长一起回去 并表示他会为闺蜜送去住宫的 然后建议闺蜜邀请店长去兜风 他肯定同意的 闺蜜还在怀疑这样靠不靠谱 店长却已经回来了 男主直接将闺蜜推给店长 然后跟小雪说闺蜜要跟店长去兜风的事情 此时的闺蜜也正好得到了店长的同意 朝着男主这边比了个烟 就这样男主跟着小雪一起走在回去的路上 不过小雪突然有些饿了 所以想跟男主一起吃饭 但男主却拒绝了小雪 因为他要回家 正当小雪要陷入一抹时 男主却一把拉住了他 这个男人遭到了暴击 他怎么也没想到小雪竟然首次发出了笑声 那可爱的样子令他直接沦陷了 从此他的心就乱了 在给小雪吃松果时 他为了看到小雪可爱的样子 竟然把松果全都倒在小雪手上 甚至之后为了让小雪再发出笑声 他竟然在小雪看笔记时给小雪挠痒痒 要知道就在刚刚小雪刚来时 他明明一副很稳重的样子 甚至还能在小雪面前耍个帅 问小雪今天开不开心 小雪当然给他笔了个开心的手语 然而轮到他也想笔开心的手语时 他竟然拿起小雪的手来笔 如此离谱的事情让小雪大脑一片空白 然而下一秒 他竟然又顺势搭在了小雪的肩膀上 然后又拿起一旁的手机 问小雪有没有人说过 跟小雪在一起会觉得困 小雪有些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回了个没有 男主表示会令人心安 所以才会困 在撩动小雪的心弦后 他立刻就摆出一副很帅的样子 搞得小雪一阵春意袭进心房 直接就躺进了他的怀抱 在进行如此满分的操作之后 他又跟小雪介绍起他的妹妹 小雪表示妹妹真可爱 但男主表示这都是三年前的照片 然后男主又用口语说了一句什么 得知小雪看不懂这个唇语 于是男主就写在了纸盒上面 表示之后三年他经常在打工跟度假留学 所以虽然他跟闺蜜是同一年纪 但却比闺蜜年龄更大 已经是22岁了 小雪算了一下 立成先生比他大了三岁 于是便问男主的家人现在在哪 正好纸盒已经写满了 于是男主就拿出了手语笔记 表示家人都在德国 男主以前也住在那里 那里的啤酒很好喝 小雪问男主德语是不是在德国那段时间学的 男主表示是跟家人学的 他觉得小雪的手语肯定也是跟家人学的 但小雪表示家人都不会手语 平时对话都是用手机纸笔或者动作 偶尔也会用口语表达 男主问口语是不是纯语 小雪表示不光是纯语 发声也是口语的一种 只有在家人面前他才会发出声音 但小雪听不见声音 男主很疑惑小雪是怎么练习的 小雪表示看别人表情和相应的母音发声 男主觉得小雪为了发声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为什么只在家人面前发声呢 小雪很想说是因为自己声音很奇怪 但如果这么告诉男主的话 气氛应该会变得沉重吧 所以他在思考后还是对男主表达了歉意 男主也没再多问 而是站起身走向一旁 这一刻的小雪内心有些沉重 看着刚刚的对话发呆 但紧接着一张他国钱币映入眼帘 他这才想起来男主之前跟他约定的 要给他看更多样式的钱币 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壁肿 小雪内心的沉重顿时消散 这时男主拿着个面具走过来 然后突然凑上钱 把小雪吓了一跳 这时男主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店长打来的 店长问男主有没有送小雪回家 不料男主语出惊人 表示现在在自己家 店长在电话里不停地震惊 男主自顾自包着松果 然后贴心地塞到小雪嘴里 甚至还有哭问小雪好不好吃 完全没听店长到底在说什么 反而是看着小雪吃坚果的样子 脑海里突然想到小雪如果塞一大嘴坚果 会不会很可爱 然后又联想到了松鼠吃坚果的样子 于是立刻拿起小雪的手 将坚果全都倒进小雪手里 小雪也是被他搞得一阵莫名其妙 然后嫌店长说话吵 直接就给电话挂了 打完电话后店长跟闺蜜汇报了情况 两人都震惊坏了 之前爱马找男主时 男主连理都不带理他 如今竟然主动把小雪搭回家 店长甚至怀疑自己难道只是男主的表面兄弟 不过闺蜜安慰他不可能是这样的 最终经过两人的一番讨论 店长觉得男主肯定是觉得小雪太可爱 产生了占有欲 当然事实如何不曾知晓 此时的男主为了再听一听小雪可爱的笑声 竟然趁机给小雪挠痒痒 小雪顿时脸颊飞红 赶紧推开男主 男主表示想再听小雪笑一笑 因为小雪笑起来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雪问男主不觉得奇怪吗 但男主只是觉得很可爱 他很想更多更多的了解小雪 他也想带小雪了解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 音乐会听得起来 哪个世界呢 今更是这样的 但这种问题是不错的吗 不错的吗 宇宙美 出会了时 大杂把握着手 少许多说话 怎么回事 如此好事被打扰了 而且还是爱骂 生气的男主有些生气 而小雪也觉得有客人来了 不适合继续待下去了 洗身准备离开 男主表示送送小雪 小雪有些奇怪 不是有客人来吗 怎么还要送自己 自己还想多待一回的 毕竟刚刚的心意还没表达出去呢 可已经表示要走了 所以穿好鞋准备离开 但看了一眼门口的人 小雪大吃一惊 爱马也大吃一惊 正当两人互相震惊时 男主让小雪先下楼 他随后就跟过去 于是小雪也赶紧跑开了 此时的爱马心中 一万个问号闪过 但自己只是来还钥匙的 也没有理由说什么 为了试探小雪 爱马大喊一声 表示谢谢男主 上次留自己过夜 然后悄悄看向小雪 希望能从中发现点什么端倪 可看了半天 却发现小雪根本没有反应 虽说爱马很疑惑 但男主已经生气了 竟然敢当中造谣 爱马想要转移话题 但男主直接伸出首要钥匙 爱马有些不想还钥匙了 但这样肯定会被男主讨厌 最终只好哭着交出钥匙 而小雪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此时轮到小雪心中 一万个问号了 男主似有所觉 但在看过去后 只看到小雪的一个背影 这一刻男主莫名有点心慌 而此时在电梯内的小雪 已经开始胡思乱想 难道男主和爱马已经在一起了吗 而且之前爱马明明来了 男主却要送自己回家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爱马不是客人 小雪有些不知所措 仿佛一下子减肥了200斤一样轻飘飘的 这时手机响起 拿起一看是闺蜜发来的 邀请小雪明天见面 顺便打探小雪那边进展如何 小雪很想现在就去找闺蜜倾诉 最终还是忍住了 与闺蜜约定明天见 此时男主已经和爱马走了出来 小雪只想尽快远离他们 他们靠得很近 小雪的心不知道 为什么一阵隐隐作痛 殊不知这都是爱马在死缠烂打 男主立刻甩开爱马 小雪恍然醒悟 往昔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那样的一辰先生让人很安心 她也很想在一辰先生怀里撒娇 正当小雪还在回味 男主已经被闺蜜偷偷叫来了 小雪瞬间愣住了 男主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闺蜜立刻拾去地表示要下楼买东西 小雪想跟上去却被男主拉住 而这边小雪和男主终于要解开误会了 另一边爱马又又又陷入了阴谋 好在她有一个黄毛一直在旁守护 就像英智骑士也一直有一个人在等她一样 小雪と喋りたいからに決まってんじゃん 私が逸尾美さんにとって どんな存在でも 自由に降る雪でいさせて欲しい 大きな空は あなた 逸尾美さんなら どこまでなんて 女孩人都傻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男人竟直接向自己表白了 而且还大胆地将这件事公布出来 如此男子汉气概令小雪仿佛听到了爱情的声音 漫天的飘雪也终于不再沉寂于黑夜 早上的时候 看着一尘亲吻自己的手 小雪只觉一阵头晕目眩 静意都不稳倒了下去 幸好被男主及时接住 但小雪慌张地根本不敢看男主 慌忙去找自己的手机 找了半天才发现手机就在自己手里 但他依旧不敢去看男主 直到男主用手机发来消息 问他是不是平雪 他才艰难表示没事 可回过神来 他又觉得刚刚只是一场梦 逸尘先生怎么突然就亲自己的手了 他下意识扭头想要偷看男子 不料男主又靠在了他的身边 慌张地小雪更慌了 但如果这不是一场梦 他相信男主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理 于是便询问男主是否明白了全部代表的意思 男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雪 然后提起闺蜜来酒吧的事情 他知道闺蜜肯定是来找店找的 那么小雪的话 应该就是来找自己的吧 这一刻小雪终于明白 那个男人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心意 但或许一诚先生还不知道自己的心意到底有多强烈 他觉得是时候表达自己的喜欢了 原来酒吧临时有人包场 所以男主要赶过去帮忙 接着男主又表示下周一他要去国外 要一个月后才能回来 想到又要分开那么久 小雪不免有些失落 不过随后男主表示离开后他会经常联系小雪 希望能继续跟小雪学习手语 小雪这才又开心起来 分别的时候 小雪问男主为什么要亲自己的手 男主给小雪来了个摸头杀 然后对着小雪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但小雪此时还在回味那个摸头杀 没有看到男主的唇语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便提醒男主赶快去帮忙 见此的男主有些失落 但还是听话地离开了 本以为要一个月后才能再次跟小雪表白了 然而令他惊喜的是 闺蜜突然来了一个神助攻 他心心念念的小雪竟然来找他了 经过了一天痛苦思念 男主实在是忍不住了 竟然当着所有的人面 带着小雪来到了外面 然后将小雪搂在怀里 就在小雪整个人都待住时 他在写字板上写下充满感情的文字 没想到在出国之前能再见到小雪 然后为了让小雪看向自己 他又写下了一句话 表示有些话本来打算回国后再说了 看到文字后小雪果然看向了男主 男主放下写字板 用手语表示希望小雪能和自己交往 小雪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从来没教过男主的手语 却在此刻用来跟自己表白 小雪有些不敢相信 觉得男主是不是比错手语了 可接下来男主又用淳于说了一遍 小雪这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的手不受控制的比着为什么的手语 即使男主回答了他也好像没有看到 手上也还在比着为什么的手语 只觉得眼睛莫名其妙地湿润起白 那断断续续的口型他怎么也看不懂了 但心中涌现的一阵感动 却让他不自觉缩成一团 直到男主抓起他的手指示他的双眼 然后举起了他的双手又说了一些什么 他也还是没听懂男主的唇语 他只是突然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他不断地点头 生怕男主不知道自己已经同意了一样 接着在闺蜜和店长一脸震惊中 男主搂着小雪回到酒吧 然后宣布了自己和小雪已经交往的事情 闺蜜和店长人都傻了 这哥谁谁能反应过来 于是赶紧上前向两人确认情况 然而小雪人早就傻了 男主却一声不吭 坐下来后 看着三人都是一样的表情 男主打破了沉默 然而店长和闺蜜总算是勉强回过神来 可小雪依旧傻愣愣地坐在原地 只能任由闺蜜抱着他说话 原来小雪是觉得男主实在是太捉摸不透了 所以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 但好在一旁的闺蜜又让他感受到了现实的气息 然而小雪才刚缓过神来 男主就要送小雪回家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十点了 超过了小雪家的门禁时间了 不过闺蜜表示今天小雪住自己家 当即就要跟男主一起回去 但男主让闺蜜再喝点 晚点让店长送他回去 店长当然是同意了 于是闺蜜就把钥匙给了男主 离开的时候 闺蜜跟男主说了 昨天小雪很在意爱马给男主钥匙的事情 男主表示明白 然后就带着小雪回去了 走在路上 小雪还在疑惑闺蜜怎么不跟着一起回来 闺蜜就发来消息 表示等会跟着店长一起回去 男主也在这时用手机跟小雪道歉 表示爱马的事情是一场误会 她只是借给爱马房间而已 以后绝对不会再见了 看着男主充满安全感的面庞 小雪觉得不应该让男主因为自己有所限制 正想要恢复 却看到一条好友验证 一看竟然是英智 原来英智是向自己的妈妈要了联系方式 不过小雪也不知道英智想干什么 但回想起之前英智好像跟男主关系不好 于是决定先不加英智好友 之后男主拉着小雪的手 两人安静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来到闺蜜家门口 小雪让男主出国小心 男主问小雪有没有护照 他也想带小雪出国 但小雪没有护照 他会努力存钱去申请的 男主也没再多说 跟小雪说了再见后 转身离开 这女孩人都傻了 之前见面时男朋友明明说的是想要抱抱 可等他好不容易准备好迎接抱抱时 那个男人却直接夺走了他的初吻 自从男主出国后 小雪就决定快点打工存钱 这样就能申请护照跟男主一起去国外了 可找工作时他人都傻了 对方竟然是戴着个口罩跟他说话 小雪听了好几分钟愣是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难 突然一旁的汉堡店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同学小元就在这里打工 小元也是听力障碍者 既然她能够顺利被录用 所以小雪就想跟小元学一下打工诀窍 这时闺蜜发来消息 约小雪见面 原来闺蜜打工太累了 所以想跟小雪聊聊天 顺便询问一下小雪找工作的情况 小雪表示很难找 对此闺蜜也没办法帮忙 转而又聊起男主 小雪表示男主要几个月之后才回来 这次要去很多国家 这很像是男主能做出来的事情 不过男朋友对国外很熟 令闺蜜羡慕不一 一听男朋友这个词 小雪觉得直接叫男朋友会不会不太好 闺蜜忍俊不惊 虽然现在小雪只是一个人 但两人毕竟已经开始交往了 所以以后要多多培养爱情 说着就给小雪递上去一块草莓 爱可 有了爱情作为动力 小雪找工作的镜头更补了 小元也为小雪加油打气 虽然听力障碍很难找工作 但只要坚持投递简历 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豁出去再说 可话虽如此 之后面试的每一家公司 全都发来了无法录用的信息 看着不断发来的不合格信息 小雪开始阴谋了 这时英智发来消息 表示姐姐回来了 英姐在小学时经常跟小雪学习手语 偶尔还会跟小雪玩 时隔多年再次见面 英姐不断夸赞小雪 不仅长成了个大美女 而且头发颜色也很可爱 英智提醒英姐用手语讲话 英姐一脸尴尬 表示自己的手语已经忘记了大半 所以干脆就让英智来当翻译官 英姐现在是在养护中心工作 最近也有听力障碍者入主 所以她就想到了小雪 所以这次专门回来看看小雪 两人就此聊了很多 英姐很满足 小雪的聊天列表 而这一幕正好被英姐看到 英姐露出秒懂的笑容 又开始夸赞英智一直在学习手语 真的很了不起 让英智把这句话也翻译一下 英智傲娇得别过头 英姐这时在聊天里 偷偷问小雪是不是谈恋爱了 小雪有些震惊 问英姐怎么知道的 英姐表示因为小雪变得可爱 小雪顿时脸红心跳 英姐提议小雪 如果有恋爱方面的事情 可以找她商量 不过英姐好像是误会了什么 表示以后尽管使唤英智 英智也真是服了 不过英姐就像是没看到一般 给英智一个眼神 让英智好好努力 随后英姐便驱车离去 虽然老姐话都说到这一步 小雪也问英智是不是一直在学习手语 并且夸赞英智很厉害 可英智实在是太傲娇 想让小雪夸自己也不敢说出来 而是捂着嘴说让小雪多夸夸自己 甚至在小雪离开时 明明她的心里很酸 问小雪有没有在男主家过夜 可当小雪表示没有后 她竟然又开始傲娇了 表示小雪不要误会 她只是看小雪有听力障碍 有些凝固 两人的眼中倒映着双方童年时的样子 一切还是最初的样子 可一切又不是最初的样子 傲娇的英智没能表露自己的内心 而这也让小雪很疑惑 明明就没有误会什么 可为什么英智每次都要强调 小时候也是这样 仿佛今后无论多少次 她都会一直这样讲 这让小雪觉得英智是讨厌 自己误会这种同情心 可明明也不用特意去讲 傲娇毁一生 霸总英智亲自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可有的人即使没有傲娇 也无法得到爱情 就如此刻的爱马 明明早已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却始终无法得到男主的回应 发消息发了很多男主 连一句话都没回复 最终将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糟 所以小雪很幸福 男主每天都会找小雪聊天 男主想要追寻小雪的世界 所以他很乐意跟小雪学习手舞 小雪很向往男主的世界 两人双向奔赴的脚步就成为了爱情 或许爱情的本质就是如此 奔赴的路途上有很多位置 有很多怦然心动 也就有了甜蜜 男主表示自己这次出国前有些慌张 所以今后多多指教 如果有什么讨厌的事情 或者不方便的事情 让小雪尽管说 小雪想了一下 那次男主为了让他笑而摸他的肚子 他觉得很害羞 所以小雪表示不想被摸肚子 男主表示可以 但肚子以外的地方可以吗 小雪也没想那么多 表示可以 随着聊天的进行 思念仿佛将西方的天空沾染上了一抹居红 美丽的时光充斥其中 小雪第一次感受到天空是如此广阔 广阔到思念的色彩能照耀到小雪 也能照耀到男主 之后的几个月里 去缅甸跟那里的人一起喝啤酒 缅甸有卖小鸟的地方 据说买回来放生能积德 男主便坐了 之后联系中断了几天 男主来到了印度 男主坐在火车上品尝着奶茶 看着窗外的美景 跟小雪讲述着那个未知的过度 小雪透过电车看着外面 就觉得跟男主交往 有种很奇妙的感受 可恋爱毕竟是两个人的心灵事件 现实世界里 小雪再一次收到了面试不合格的信息 他突然想要得到男主的安慰 如果男主能在现在出现在眼前该多好 小雪的心顿时充满甜蜜 下车后不顾一切地去找男主 终于能再次见到男主 小雪拼尽全力地在考 小雪拼尽全力地在可 一次阿弥さん 你 していい 随着列车经过 男主终于走了过来 他的步伐明显有些急促 小雪让他先坐在旁边 然后害羞地看了看周围 鼓起勇气张开了怀抱 然而男主看着小雪 却直接吻上了小雪的嘴 小雪人都傻了 难道不是要抱抱吗 怎么就开始亲吻了 赶紧把时间倒回去 再想一下男主说的话 男主的口型说的是亲 但发音很像 所以小雪当成了抱抱 没想到自己的初吻就这样发生了 可男主好像很平静 小雪很想知道男主是怎么想的 但还没等小雪缓过神来 男主就带着小雪准备去吃饭了 小雪的心怦怦乱跳 仔细看看男主 头发变长了一些 皮肤晒黑了一些 虽然很想再看一会 可小心脏实在承受不住 来到餐厅点了两份面 两人开心地吃完 找了一个台阶坐下 男主表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想把小雪介绍给一个朋友认识 就是之前来到酒吧的心 问小雪是否讨厌见他 小雪表示不会讨厌 就是有点害怕 男主问是不是因为耳朵 小雪想说是这样 但好不容易男主要带自己去认识朋友 所以小雪最终同意了下来 两人手牵着手准备出发 终于要进入男主的世界 小雪也有些期待 来到新的家门口 小雪还在想 新肯定是个轻浮的人 到时候恐怕有点难为情 不料门打开后 新却非常冷酷 小雪这才明白之前 见到的新是喝酒的状态 新打量起小雪 问小雪是谁 男主看着小雪 郑重地表示是自己女朋友 当得知男主突然有了女朋友时 新的内心到底有多不平静 在新的家中摆放着很多CD 其中最显眼的是一首 乔本游香利的钢琴曲 它是新的青春的象征 时间回溯到高中时 仅是一眼 那个女孩就深深地刻印在新的心中 新一直都暗恋着爱玛 可自从那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帅哥 爱玛就消失在了新的世界里 新不知道自己的世界突然少了什么 明明一切都如往常 她也依旧独来独往 可上课时总忍不住发呆 或许新也知道自己是喜欢爱玛的 可她似乎觉得两人是两个世界的人 从来不跟爱玛有所交集 直到那一天 新如同往常一样在天台听歌 来找一辰的爱玛打断了她 爱玛随口叫了新的名字 新很疑惑爱玛竟然认识自己 爱玛随口说出新是隔壁般的 然后问她有没有见到一辰 新随口敷衍了一句 就开始继续听歌 突然爱玛将她的耳机摘下来 惊奇心竟然用有线耳机 新表示有线的音质才好 于是爱玛就想尝试一下 两人共同听着一首舒缓的唇乐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 或许此前两人都没有交集 但或许两人早已注意到彼此 仅仅是共同听了一首歌 爱玛竟专门给新送了一个CD 那是爱玛喜欢的歌曲 看着手中的CD 她怎么也没想到像爱玛那种 似乎很轻跳的女孩 竟然会喜欢这样一首钢琴曲 之后的时光里 天台突然热闹起来 爱玛经常会跟新聊一些话题 男主也经常来到天台 不知不觉 兼心突然有了两个朋友 三人几乎是形影不灵 每天不管是做什么 好像都能合得来 新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 爱玛喜欢的是男主 在一次午休时 兴终于问出了口 他想亲自确认一下 爱玛是不是喜欢男主 爱玛毫不犹豫地回答喜欢 并表示已经告白很多次 却遭到了男主的拒绝 兴有点绝望 在学校里很受欢迎的他 不知不觉间拒绝了 很多女孩的告白 可如今爱玛已经亲口 告诉自己他喜欢的是男主 他不甘心地找到男主 问男主为什么要拒绝爱玛 如果男主真的对爱玛 丝毫没有感觉 那他或许可以再等等 而男主的回答 却是现在对恋爱不感兴趣 兴觉得男主说的是 现在不想谈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以后 就有可能和爱玛在一起 兴彻底放弃了等待 当再一次有女孩向他告白时 兴答应了和那个女孩交往 或许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死了这条心 只要一成口中的现在结束后 他就会和爱玛交往 兴在心中这样告诉自己 他开始期盼男主 能早点和爱玛交往 这样自己就能彻彻底底的死心 可那也不过是 兴的自我麻痹而已 他对女朋友很淡漠 就算是对方亲手做了便当 想要跟他一起吃 他也还是来到天台 跟爱玛黏在一起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干脆兴还是直接向爱玛表白好了 反正自己这个女朋友也是摆上 兴的内心很挣扎 他确实想直接表明心意 可爱玛喜欢的是男主 与其现在跟爱玛表白 他反而更想让男主和爱玛早点在一起 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时间回到现在 在男主跟兴介绍了小雪的事情后 便询问兴想要怎么办 兴的眼中思绪万千 他跟男主聊了很久 气氛很沉稳 送走男主和小雪后 心想将男主已经和小雪交往的事情说出来 于是便约爱玛见面 可话到了嘴边却无法说出口 或许保持现状也挺不错的吧 是男主和小雪独有的暗号 只要男主捏了小雪的脸 就代表男主要亲吻小雪了 当然这次也只是捏一下脸做个示范而已 小雪非常害羞 这种事情也太难为情了 男主让他习惯就好了 可小雪依旧很害羞 于是为了让小雪尽快适应 他就找了个借口说要带着小雪一起去参加手语集训 顺便叫上闺蜜和店长一起 毕竟闺蜜和店长学会了手语以后交流就方便了 可直到来到集训的地方小雪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哪里是手语集训 明明就是野外露营 这时男主让众人开始学习手语 让小雪先比划一个山的手语 然后是石头 再是手机 在一番训练后 众人一起吃了午饭 可吃饭就吃饭 男主竟和小雪当场秀起恩爱 店长实在是受不了了 T赶紧吃完和闺蜜一起去外面走走 可终于是到了两人独处的时光 小雪却一直盯着手机的消息 因为之前小源说要帮小雪找工作 所以小雪一直紧张地盯着手机查看有没有小源的消息 毕竟一旦有了工作 就可以挣钱和男主一起出国旅行了 男主也不知道小雪是有什么心事 为了吸引小雪的注意 他竟跑到冰凉的小溪里开始徒手抓鱼 果然小雪成功被他吸引了注意 然后也学着男主的样子跑到了小溪 可水实在是太冷 小雪被冻得瑟瑟发抖 见状男主赶紧给小雪一个公主抱 然后洋装要将小雪丢下去的样子 吓得小雪赶紧抱紧男主 看着小雪的反应 男主哈哈大笑起来 那纯真无邪的样子不禁让小雪一阵愣神 小雪很想夸男主可爱 可又觉得有些不合适 于是气氛稍微有些安静 可小雪的内心却被那道宽厚的身影所填满 仿佛只要在这个男人的怀里 小雪就永远不会掉下去 还没等小雪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被男主抱回了帐篷 小雪的狱卒被冻得很冰 男主一边用手捂着给小雪取暖 顺便问小雪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小雪将小元要帮自己找工作的事情说出来 男主让他不要有压力 小雪表示自己很期待和男主一起出国旅行 比男主还要期待 那个男人实在太会聊了 小雪感觉自己想和男主一直在一起 可如果回去后恐怕就要分开了吧 殊不知那个男人不仅会聊 而且仿佛有读心术一般 气氛已经渐渐到位 男主将手扣紧小雪的手 问小雪今晚真的要回家吗 他还不想让小雪回家 小雪人都傻了 只能呆呆地看着男主 突然男主抬起手 在小雪的脸颊上轻轻捏了一下 看到这个暗号 小雪知道那个男人要亲吻自己 想都没想紧张地闭上双眼 男主的脸颊缓缓靠近 然后轻轻地吻在了小雪的脸颊上 而另一边闺蜜和店长在散步途中 闺蜜正想着要怎么才能跟店长交往 下一秒就有人送来助攻 原来是一个同事打来的电话 这个同事很喜欢闺蜜 之前就邀请闺蜜去约会 却被闺蜜拒绝 如今思念成疾 忍不住给闺蜜打来了电话 可闺蜜现在可是在和店长一起散步 万一被店长误会就完蛋了 于是便表示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先挂断电话了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店长偷听到了 因为店长已经是情场老手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尽量冷静 以免自己会错影 可每次面对小灵时 她觉得她并没有会错影 闺蜜以为自己已经对店长造成了困扰 店长赶紧表示不是的 于是闺蜜就让店长说清楚 聊天到了眼下这种敬礼 店长不表明心意也不行了 毕竟一旦没有表明心意误会就大了 店长脸红地表示 刚刚看到别的男人给闺蜜打电话 她的醋痰子已经打斑了 怎么服都服不起来 不过当面说出这话 就算是店长也害羞地不行 她觉得现在自己的表情简直太炫 闺蜜表示店长才不逊呢 正想要上前也表明心意 不料一紧张把脚给碗伤了 于是还没等男主和小雪这边 进行下一步的亲吻 店长就扶着碗伤脚的闺蜜回来 无奈之下也只好提前踏上闺蜜 来到市区后 店长就准备带闺蜜去医院了 男主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才六点 觉得还有时间跟小雪学习一下手里 于是就在附近找了个酒店 殊不知这一幕正好被英智的好朋友看到 晚上学完手语从酒店出来 一看时间已经是九点了 男主就带着小雪回家了 来到男主的家里 小雪还没反应过来 好不容易回过神 第一时间就给老妈编了个谎话 表示自己今晚在闺蜜家过夜 男主递给小雪一个毛巾让小雪洗漱 并安慰小雪在这里过夜 也仅仅时待在一起而已 让小雪不要紧张 小雪将手机放在一旁就开始洗漱 男主却在旁边脱掉上衣准备洗澡 小雪赶紧把男主推走 让男主去别的地方换衣服 随后小雪洗漱完 换了一身男主的衣服 来到客厅再次看到那本手语笔记 便坐下来翻看起来 上面男主寄了很多笔记 每一个都特别详细 让小雪感动不已 而之前全在看到小雪和男主进入酒店后 就来到了英智家里 跟英智说了这件事 英智表面上很不在意 问全难道这次专门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 全当然不是要说这件事 他其实是想劝英智放弃 然后和自己在一起的 可他也知道英智的性格 于是便没再多说起身离开 顺便劝英智坦率一点 否则就连他在一旁看着都难受 等到全走出门 英智这才放弃了伪装 他能不在意吗 他在意极了 赶紧给小雪打去视频电话 而男主正好从预示出来 看到了英智打来的电话 好知如此扮人心 何如当初莫相识 这是傲娇的英智从小到大第一次掉眼泪 即使他的内心极力否认自己已经失去小雪的事实 可身体已经率先做出了反应 当沉重的感情啪哒啪哒地滴落在地上 英智的脑海里突然回忆起小时候第一次去夏日记的场景 漫天的烟花空有其表的绚丽 爆裂的噪音真的人耳膜生痛 刺鼻的硝烟味弥漫 世人眼中的多彩在小男孩的眼中无聊透顶 唯独让他在意的 只有那个什么都听不见的小女孩 这正是他第一次来夏日记的原因 本来他对夏日记从来没有期待过 因为姐姐说的很多夏日记上的东西他都瞧不上眼 可在夏日记前的早上 他在跟姐姐散步式偶遇了一个同龄女孩 姐姐跟他解释那个女孩耳朵听不见 他才第一次觉得世界有点意思了 看着姐姐和那个女孩比划着手语 英智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回到家后 他看着姐姐放在桌上的手语书籍 一番犹豫后他便拿到房间自学起来 到了晚上夏日记烟花开始的时候 他一眼就找到了那个失聪女孩 当女孩看过来时 他反手就比划出了自己刚学会的手语 漫天爆裂的吵闹无法阻隔他们之间的交流 就像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暗号一样 要说从中萌生的表情和感情 其实跟平常说话没什么两样 可跟女孩交流的感觉又很特别 当时的英智只觉得是手语吸引了自己 可随着与女孩点点滴滴的日常相处 英智渐渐明白 特别的不是手语 而是少女那温柔的内心 只是傲娇的他 从来都只敢将这一事实埋藏在心底 甚至为了怕小雪发现这种感情 每次突然之间出现保护小雪 他都明确说是因为可怜小雪才这么 小学时是这样 中学时也是这样 大学时还是这样 英智的手语因为小雪变得越来越熟练 他自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成不变 他有恃无恐地保持着傲娇 可人生不是乌托邦 那个男人突然出现 让英智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气息 他像个无头的苍蝇一样 第一次被动寻找了小雪的联系方式 第一次莫名其妙地靠在了小雪的肩膀上 然而这些就连补救都算不上 因为他依旧放不下傲娇 撞不破乌托邦与现实的屏障 即使听说小雪已经跟男主一起去了酒店 他也还是无法打碎心中的理想箱 最后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也仅仅是给小雪打来迟到了一个青春的视频电话 然而这个电话并没有打得红 因为男主这个老六在看到电话时 竟然足足等了两分钟 直到他挂断电话才将手机拿给小雪 见到电话没有接通 英智彻底慌了 他竟礼貌地给小雪发来消息 表示以后再打给小雪 如此礼貌的英智让小雪震惊坏了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英智的形象还是那个用手语笔蠢蛋的样子 如今突然变得礼貌让小雪后背发凉 然而小雪还在疑惑 英智那边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第二天就找到了男主 问男主到底想干什么 男主也真是服了 他反而想问问英智到底想干什么 自己都已经和小雪交往了 英智还在这秀什么操作 为了让英智认清现实 同时为了不让小雪困扰 男主决定先跟英智做朋友 而他交朋友的方式也很特别 抓起英智就朝着校园的一个方向走去 以至于两人瞬间成为了交点 路上有人问起 他就表示想和英智交朋友 就这样两人不停地走 路上男主不断地跟同学们解释 英智也是妈了 直接放弃了反抗 来到国际社团教室后 男主才终于放开英智 为了跟英智成为朋友 男主首先问起 英智喜欢吃学校食堂的什么面包 英智差点被雷倒 刚刚还那么粗鲁的男主 怎么突然就变了个模式 可还没等英智回过神 男主就表示自己喜欢吃咖喱面包 回过神的英智表示自己凭什么要回答男主 于是男主就又问起其他爱好 英智直接打断男主 表示自己很讨厌男主 男主问这些令他很不舒服 不料男主进转而问起 他为何讨厌自己 讨厌自己哪里 英智也真是服了 明明是自己一肚子火 想找男主发现 不料男主非但不生气 还真的一脸认真跟自己聊家常 英智真是一秒多不想待了 转身就准备离开 但当他即将走出门时 男主却问英智是不是喜欢小雪 英智沉默了一下 又将门重新关上 但直到这一刻 他也不敢直面喜欢小雪的事实 而是转移话题 说他之所以讨厌男主 是因为男主之前在车站挑衅自己 而且还深夜将失聪的小雪叫出门 实在是没有常识 还有男主的头发 就像是漂白了无数次 总之英智就是不想跟男主扯上关系 说着就不理会男主直接离开 想着一口气把男主的缺点全说出来 男主应该绷不住了吧 不料男主竟又跟了上来 英智彻底服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话题都聊到那种地步 男主还跟上来到底有什么用 男主觉得英智实在太难沟通 于是决定再跟英智好好聊聊 晚上七点他会在校门口等英智 到时候只要英智赴约 不管英智说什么他都会听 英智嘴上说着绝对不会去 但一想到说什么男主都会听 最终他还是被男主给骗到了酒吧 男主介绍这里是自己打工的地方 眼前的这位店长是自己的堂哥 男主和英智边喝啤酒 便跟英智讲述自己的事情 并跟英智解释自己的头发 是某个发型师做实验用的 指不定下次就换成爆炸头了 英智差点没憋住笑 时间就这样顾知顾觉过去 只要有了酒 男人之间的事情都很简单 慢慢的英智喝醉了 他做了个梦 梦回当初那次夏日景 当他醒来时已经是半夜 男主的声音在旁传来 没想到英智喝了三瓶就倒了 现在是凌晨一点 英智像是没听到一般 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酒钱负 然后不理会男主就准备回家 不过刚一出门就撞到了路牌 男主也决定锁门送送英智 但英智不肯让男主送 强撑着头晕要自己回家 临走时 英智还不忘男主之前承诺过呢 只要自己来了 自己说什么男主都会听对吧 男主让他说 英智直接表示让男主跟小雪风分手 男主表示分手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决定 小雪是不会离开自己的 英智觉得男主这么帅 应该很受女生欢迎吧 男主选个其他女生不就好了 男主表示其他女生关他什么事 自己和小雪在旁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有标记 但他们身处的地方却意外的很近 他很庆幸小雪读了大学 不过就算是小雪没有读大学 或许几年后他们也会在某个地方相遇 而在男主看来 不论是何时何地相遇 男主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小雪 听完男主的话 直到这一刻英智才彻底认清现实 他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喜欢小雪 也很不愿意承认小雪已经和这个男人成为恋人 可这个男人说出刚刚那种话 行为上却表现得如此坦然 手上也没有丝毫紧张 他突然又释怀了 我也喜欢咖啡饭 我喜欢咖啡饭 小麦的饭是哪个是一番的 你听到晚上了 对啊 一样的 这一晚 英智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 因为在她的心中 多了一个朋友间情敌 另一边 小雪终于等来了小源的消息 表示她姑姑那边正好缺一个做饭的 推荐让小雪过去打工 而且那个姑姑也懂一些手语 所以小雪可以放心 于是小雪就去面试了 面试很愉快 小雪终于有了第一份工作 赶紧将喜悦分享给男主 突然老妈发来消息 让小雪回家时买一瓶酱油 小雪来到家附近的一个超市买酱油 结账时想找那个会手语的服务员 不料另一个服务员将小雪的商品拿走 让小雪去另一个柜台结账 那个服务员戴着口罩 小雪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小雪紧张地用手语比了半天 却只见到服务员疑惑的眼神 正当小雪无助时 英智突然出现 帮小雪跟那个服务员沟通 出来后小雪送英智一杯奶茶感谢 英智让她如果有麻烦就说一声 她可以帮助小雪的 如此温柔的英智令小雪非常疑惑 问英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 英智没有回答 而是转身准备带着小雪一起回去 这时小雪收到男主的消息 表示恭喜小雪找到工作 英智看到小雪在原地聊天 便走回来问小雪是不是在跟那个男人聊天 并问小雪是不是在和他交往 小雪还以为他们关系那么好 英智立刻生气反驳 英智表示如果男主欺负小雪了 一定要告诉自己 并表示自己非常讨厌男主 小雪问两人一起喝酒 是有没有讨厌的感觉 男主并不是那种会惹人讨厌的存在 他非常的温柔 突然英智打断了小雪的手语 让小雪不要再称赞那个男人 别在自己面前比那种手语 气氛略微沉闷一下 英智再次转身离开 看着英智离开的背影 小雪觉得很奇怪 英智从来没有像这样阻止自己比手语 总感觉英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跟他讲什么似乎都不对 英智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两人一直沉默地走着 已经身处两个世界的心 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靠近 英智回忆起有一次乘坐电车室 前方发生了事故 所以临时停车 当时他看到小雪也在电车里面 但广播的声音小雪听不到 所以小雪表现得很不安 当时英智很想用手语跟小雪比划些什么 却又什么都做不了 从那之后他就开始认真的学习手语 明明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想要守护小雪了 可自己一直都没有坦率地表达出来 在分开始 英智表示自己以后想要更加坦率一些 看着英智似乎是因此陷入了伤感 小雪表示刚上大学的时候 周围全都是不认识的人 没有人知道自己失聪的事情 但当孤独无助时 英智对他比划的手语 却让小雪重新变得开心 他觉得英智的内心其实很温柔 所以英智不要有太多顾虑 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温柔吧 了解 那些值得鸣克一生的情感 总要用一个青春来沉淀 如果连自己的内心都忽视 就必定会与所爱渐行渐远 英智没能正视自己的内心 但心做到了 在跟店长一番深刻交流之后 心终于决定再次联系爱马 表示想和爱马好好聊聊 爱马问心有什么事 心表示见面时才可以说 爱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震惊地处在原地 连公交车都错过了 湖光朦胧 映照出不似月色的月色 看不清前路的心 已经做好了心碎的准备 而预感到心可能对自己说的话 爱马也是心情复杂 强压下这种思绪 爱马装作很轻松地 拿了两杯奶茶过来 爱马和心聊着附近的美景 但话语却一阵空洞感 他在等待心率先开口 终于心沉重地打断了爱马 爱马立刻紧张起来 心让爱马先坐下 当爱马坐下来的那一刻 气氛已经很压抑了 而心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是男主已经有女朋友了 微风似乎陡然间强烈了几分 孤独的片叶落下 江湖中的月打得更加朦胧 不知道为什么 爱马得知这一消息并没有太悲伤 反而是一种释怀在心底产生 他很感谢心为了考虑自己的感受 做了这么多铺垫 但紧接着心又表示还有自己 这并不是安慰的话 而是他想让爱马和自己交往 苦等了这么多年 那种被爱马认为是错觉的东西 如今竟然是真的 可回想起高中时 心可是亲口表示死也不会喜欢自己 爱马不禁疑惑起来 心表示本来打算死都不说出来的 听完这话 爱马不知道该震惊心死也不说出来 还是该震惊此刻心把他说出来了 天空中的月色清澈明亮 当那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 心从那以后就没见过爱马来找自己了 同时问了之后 他也只能沉默一对 因为爱马其实很纠结这件事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同时让爱马看开点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心其实和爱马一样 都长时间承受着同样的痛苦 而这段痛苦已经成为过去 与其一直在意过去不如着眼于未来 一直在过去身上浪费时间真的好吗 这一番话令爱马恍然醒 于是便约心一起出来吃饭 而心这个老六也是立刻将店门关上 然后装作很疑惑地调侃爱马 怎么突然找自己约会了 手却很自然地主动牵起了爱马的手 让我们再度为英之木挨三秒 然后攻注这对苦命鸳鸯修成正果 当然恋爱也不一定都是苦 就比如这对小情侣 超级容易地就互相表露了内心 而且还是情投意合那种 更羡煞旁人的是 他们第二天就去约会了 第三天就送了戒指 不过你戴在代表单身的右手食指是几个意思 当然这些细节也不太重要 反正他们在秀恩爱就是了 让我们再度为英之木挨两秒半 视线转移到最最最甜的恋爱上面 工作了一天的小雪回到家后 男主问小雪睡了没 小雪表示还没有睡 于是男主就让小雪等一下 于是小雪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也没见到男主再发来消息 就在小雪疑惑不已时 男主发来消息让小雪看外面 令小雪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主竟直接跑了过来 小雪赶紧跑下楼 但跑得太快一个不稳就要摔倒 幸好男主及时接住 见到小雪只穿了一件睡衣 男主就将外套脱下 披在了小雪身上 然后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表达自己对小雪的思念 随后两人来到附近秋千坐下 男主问小雪工作了一天累不累 小雪表示一点也不累 自己要赶紧攒钱买护照 然后和男主一起出国旅行 男主突然觉得交往之后 小雪一直都围着自己转 而且还没有一次正式约会 于是便问小雪想去哪里 小雪还从来没想过这种事 在一番思考后 第二天小雪带着男主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多花 小雪不停地对着路边的花拍照 看得男主一愣一愣的 问小雪今天是不是来拍照的 小雪表示是的 随后两人一路走 春天的气息之下很多花都盛开了 最显眼的是一棵巨大的紫藤树 它的花语是爱情的沉迷 执着缠绵和不舍 紫藤花散发着浓厚的香气 一朵一朵的连绵不绝 小雪开心地在他们下面奔跑 远远地看去 小雪就像是紫藤花精灵一样 男主没有欣赏美景 在他的眼里 小雪就是最美的风景 直到他看到小雪目光 似乎是在欣赏什么美丽的风景一般 他便也顺着小雪的目光看去 而这一幕正好映入扭过头的小雪眼中 在紫藤花的映衬之下 那个男人认真的样子实在太帅 在短暂的赏花之后 男主问小雪刚刚是不是拍了很多花朵的照片 小雪表示自己最喜欢拍花朵的照片了 这个季节的牡丹能在路旁增色 紫藤会在天空缝隙间垂下枝条 再过不久绣球花便会在雨中盛开 向日葵也会迫不及待地坦然绽放 花儿们就像是依序等待着季节一样十分可爱 回想起之前小雪看花的那一幕 男主终于知道了小雪眼中的世界 于是决定在这众多花朵的映衬下 在这属于小雪的世界里来一张合影 随着咔嚓一声 你的手机壁纸又多了一张 中午的时候 两人吃着小雪准备的便当 男主不断夸赞好吃 小雪问男主是不是和英智一起去喝酒了 男主表示两人关系已经很要好 小雪有点汗烟 男主这也太想当然了吧 而丝毫不自知的男主还决定下次要去英智家做客 让小雪带自己过去 小雪顿时就想到了画面 到时候英智怕不是要被气得吐上两口半毛血 于是就表示还是算了吧 但这个手语看起来就像是亲吻暗号一样 男主便问小雪是不是要自己吻上去 小雪立刻满脸羞红 在这种地方接吻也太难为情了 于是就表示不可以 但这个手语比划起来就很像是可以的意思 于是男主拿开便当就缓缓靠了过来 小雪有些紧张 但男主已经凑过来了 他也只好闭上眼睛 但就在即将亲上去时 男主又放弃了 他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问小雪之前那个手语是不是同意的意思 小雪表示近一点的点赞是可以 远一点的点赞是不可以 看着男主眼巴巴的眼神 小雪表示在这里接吻虽然很害羞 但他还是想和男主相互依偎的 男主抬起手臂 小雪缓缓靠近 但实在太害羞了 他挪一下就看一下男主 男主让小雪不要紧张 只要小雪想 自己的全部都可以 一听男主说全部都可以 小雪便趁机问男主为什么经常去国外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小雪的运火 男主拿出手机 很认真的写了很多字 然后发送给小雪 文字很长 所以男主让小雪先不要看 等晚上有时间再回家看 好不容易约会一次 一定要把握住时间 然后为了让小雪安心 表示里面没有让小雪不安的内容 那个男人这么有安全感 小雪非常开心 看着他宽厚的背影 小雪忍不住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第一次约会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 直到乘坐回去的电车 小雪还在回味 电车里的人很多 男主非常贴心的护住小雪 那个男人怎么会这么有安全感 小雪的心砰砰砰的乱跳 突然电车一个刹车 男主赶紧护住小雪 两个高中生一个不稳撞到了男主 高中生赶紧道歉 男主转过头礼貌回应 顿时两个高中生就沦陷了 没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帅的男人 小雪看着他们的反应 小雪将目光看向男主 这才想到可能是因为男主太帅了吧 而且男主不仅是表面帅 内心世界也很神秘 之前男主已经将出国原因告诉自己了 小雪真的是好想回家点开手机 看看到底写了什么 终于在晚上 等到老妈已经睡觉后 小雪才偷偷摸摸地拿出手机 翻看着那个男人的秘密 原来男主小时候很喜欢飞机 他经常专门让父母带他去飞机场看飞机 同时他从小就喜欢旅行 那些他从未见过的历史文化遗迹 实在是太过壮观 六岁的时候他跟着家人搬到德国居住 起初他还有一种旅行的新鲜感 但不久后 男主就因为语言不通有些不开心了 他很想回日本 但他在父亲面前开不了口 他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连语言障碍都突破不了 于是他每天都抱着个英语书学习 直到有一天一颗足球改变了男主的世界 一个黄毛小孩用英语说让男主把足球扔过来 男主扔过去后 那个男孩用英语说了感谢 男主也很想跟他玩足球 但用日语说时 那个黄毛却根本听不懂 于是男主就紧张地用英语表达 言葉が通じた瞬間 嬉しくてたまらなくて 本で覚えるんじゃなく 誰かと話すために使いたい そう思うようになってから 言語を学ぶのが楽しくなっていた 今も海外へ行く理由は 世界の国の文化や歴史 言語を知りたいから 自分の好奇心でもある そして 子供らに教えていきたい いつかその知識が盾になるように 终于了解了男主内心的世界 小雪觉得男主更帅了 那个男人拥有伟大的梦想 坚定的知识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晚上男主下班后 给小雪发来了一个照片 是小雪当时看花的一幕 小雪非常害羞 但紧接着男主发来的消息 却又让他休得 连手机都不敢看了 二三時間でも時間合わせて 会えばいいって言ったけど 本当は10分でも5分でも会いたい 自分でも不思議なくらい 雪に出会えて 知りたいことばかり増えていく 雪の すべてが 愛おしいから もっと 雪を知っていけたら きっと もっともっと もっと好きになる 随后不知道 过了多少个甜蜜的日子 小雪终于背上了大背包 因为她终于有护照了 还是那个地方 那个男人在那里跟小雪招手 但这一次的旅行 小雪也会陪伴男主左右 他们终于进入对方的世界 他们的脚步整齐地迈出 不断拓展的世界里 越来越多的色彩涌现 今后也一定会如此 不正确 最低的 起来到 陈奴 蜜